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联络妥当了 Tessa说会给予制动科技最大的支持 所以你就安心参加会议吧 那就好 Lisa 中午有时间 我请你吃个午餐可以吗 江总 我中午约了童雨吃了 所以下次吧 进 江总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你怎么着我还是曹操啊 江总 这是最新的设计报告 我给你放了怎么看一看 好 辛苦了啊 中午去哪儿吃饭呢 食堂 怎么了 你这样有什么好意思 最近咱们这个研发任务比较重啊 这胃饿了有点出筋了 那赶紧去吃饭吧 不过怎么去食堂吃呢 这么有情调 本来我俩约好在外面吃的 结果呢 后面有很多项目要抓紧时间对一下 所以就只能在食堂吃 对 本来不是在食堂的 后来我想公司的任务这么重 一定要效率第一 那猪二位用猜愉快 见老板 谢谢江总 走吧 他还不小心我们呀 那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又再明显了呢 还得多明显呢 你笑一个 你见过人边吃饭边笑的吗 这情侣吃饭不就应该放松开心一点吗 还有你别 别笑了他 太丑了 你说谁丑呢 你笑一个 关于 你太瘦了多吃一点 我呀还是瘦点好 你吃吧 多吃一点 我妈从小就跟我说 瘦得好看胖得好食 你胖瘦我都行 这好食是什么鬼啊 你懂啊 多吃点吧 补补脑子 来 李公 怎么吃午饭就吃个香蕉啊 我减肥 吃个香蕉就行 我看你们吃很愉快嘛 香蕉适合你 多吃点 徐总 五六分店机器人的 下午去 好 通常坐 我怎么觉得是演了一天戏 比上了十天班还累呢 可是演了一天都白费了 我跟你说话呢 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谭小航看了咱们有点点演的电戏 他什么感受吗 什么感受啊 说咱们俩是即将新的一轮世界大战 现在支持暴风雨拳的奉合日历 不是你还笑啊 这戏怎么那么多 我跟你说继续这样下去了 江大开肯定会看得出来 我觉得今天的责任主要在你 你说在办公室呢 你不能扔着我点啊 你真是非要跟我较真 不是 我知道 你怕公司所有人看到了 可是咱们感情就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为什么要爷爷藏藏呢 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呢 这点我接受不了 我跟你讲啊 现在是在办公室里面 要注意点形象 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讲 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讲 好吧 我就暂且原谅你了 但是回家以后 你可得好好地安慰我 好的 我会好好安慰你的 怎么办啊 进 董总总在这儿呢 李工 徐总这是威诺的项目汇总 我给您放这儿 谢谢啊 辛苦了 那 那我就不打扰阿威了 怪不好意思的 告辞了 康徐总 谢谢啊 走了同学 回家注意安全啊 你那耳朵动得挺厉害啊 你看我这样啊 左耳 右耳 右耳 一起来 同学 我问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是不是有个忘想症啊 你肯定喜欢我 因为你会抓住各种机会占我便宜 你是不是抑制不住你内心对我的感情 一直不住对你的感觉 你看你演的什么东西啊今天 你知道我在干嘛呢吗 我在调动你整个人的这个表演情绪 你得往上走点啊 你调动什么情绪 你压根不会谈恋爱 谁一谈恋爱 一上来那调起那么高的 不是我调起的高 那是你 我最开始今天最高是我自不自然 很自然的对不对 是你 你把调起高了 把我给带跑偏了呀 得了吧你 你就是不会谈恋爱 一点都不走心 我不走心 我浮夸 江总 不是 你别闹了 我跟你说正事呢 咱们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啊 要不然咱们就不演 行不行 如果要演的话 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统一学习一下 怎么学 下班以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我们需要 一起加个班 你带我来的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带你来好好学习一下 看看别人是怎么大厉害的 你要干吗 你觉得我想要干吗 我挑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经典爱情电影 特意下载先来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电影啊 我的野蛮女友 不是这段啊 你别闹 什么情况 来了 来了 你看看人家 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百一百成 不是 你看人家眼神里边的这个神才啊 虽然是嘴上眼里 但是这个眼睛里 要充满了爱意和温柔 这个就是你最欠缺的一点 你好好学习啊 我对你这么像啊 我做不到 你看着我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来 再看着我 阿姨 用衣服 不用说话了啊 好好学习 你说说 今天晚上有没有说过 有啊 得好好地学习学习 我的脚啊 走了一天了 都走肿了 我看你那颗蟹挺舒服的 在哪儿换换呗 学这个 你换不换 我当然不换了 你当我是那傻小子 再说了 人家是女神 你是什么呀 充其量也就算是一个 女神经 童语 不是你说的 让我跟人家好好学学吗 怎么了 食言了 我就不换了 你看我们不是要 好好地学习的吗 我们先从感受对方鞋子开始 去感受彼此 徐总 你控制一点啊 换一下帽 换一下帽 来吧来吧来 好舒服啊 穿上 穿上 等等我 快点的 走不快啊 你快走不快啊 什么走不快啊 你快点下来 我今天也有一样东西没有穿 你什么没穿啊 你大大方方地走下来 我就告诉你 那我可真的大大方方地走呢 那我可真的大大方方地走呢 许总 怎么样啊 来呀来呀来追我呀 等我一下 你们俩在干嘛呢 啊 角色互换啊 等等等等等 搞得起 钟脸 你当我是白痴吗 我没有骗你 我们俩今天真的是在演情侣 演情侣 你是故意 用这样的方式靠近他吧 你别歪歪了好吗 我们两个人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各取所需就变成搭档了 搭档这么浪漫 我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了我 你俩准备鸳鸯细水了吧 那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演得特别不好 所以说下了班以后呢 一起去找找感觉 这这就让你碰上了 你再继续跟我编 你们遇到我 没在你们俩的计划之内吧 这计划挺好啊 你看之前暧昧否认了 现在都这么亲密了 还否认 真的醉了 没醉没醉没醉 这才一罐啤酒 不够冰箱里还有 你说吧 谁觉得谁 真的没有 你到底今天是什么 没有穿这么扫 干吗 你看你抓我腿干吗 来 你说这杰森是怎么了呀 这开始看武侠小说了都 球赛也不看了 彤你给分析分析 他受什么刺激的 好玩 好玩 杰森有啥好玩的 没事 说了 你跟安叔吉桑所 怎么办 安静点 打扰我看书了 这人看书 那绝对受什么刺激了 是不是月子显给你下任务了 有什么事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你们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告诉你们啊 我恋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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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哦 脸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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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iration 要不等下一晚吧 不好意思 不许对不起 咱们给 咱们走 咱们走 来 孟孟 真懂事啊 你妈干吗 早醒点啊 我给你点多个东西 这咖啡行怎么都够热的 真的吗 好 先换点热的 吃吧 快点啊 这就是咱们学校 今年参加上海高校历史知识大赛的阵容了 郭老师 崔老师 是我们历史系教学的中间力量 徐强 是历史系 现在专业层级最好的学生 可不要让我们失望 这次知识大赛的流程我已经看过了 知识提问环节 我倒不太担心 但是最后的辩论赛 我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 怎么 你这个知识储备还兴趣啊 郭老师不是储备不足 他只是为人太过谦虚温和 他总是担心 到时候起了口舌之争 会在气势上略输一筹 其实郭老师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了 所以呢 我申请啊给咱们组 增加一个组员 不过还没有跟孙主任商量 老师们好 来得好巧啊 就是他喽 中文系的研究生 艾米 艾米 你好 孙主任好 崔老师好 郭老师好 阿姨学校 校编论社团王牌艾米姐来了 这下我看电脑环节 其他学校也有苦读书了 谁是你艾米姐 别老给我掏紧我 艾米 你对这次比赛准备的够充足吗 孙主任 虽然说我是文学系的 但是文学系和历史是不可以分家的 毕竟都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且崔老师前两天也给我打招呼了 我提前做了准备 所以 只要老师们都信得过我 我就一定可以胜任 说得好 你有信心 有追求 一定没问题 那好 那我们就欢迎艾米加入吧 欢迎你 那 周围啊 你们利用每天的课语时间 认证准备 郭老师啊 这次大赛呢 会影响很多事情 有点资讯 你加油 老大 这T能的当机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 这应该是和新系统不太兼容啊 我觉得 这样重新检测一些T能成细所有的参数 快 那一刻 我看见了最纯粹的他 桀骜不驯 狂妄自大 过去的种种标签渐渐从他身上离去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 最纯粹的他 许总 老大 这 没事啊 别害怕 最近人 再说了 咱们今天也没干别的啊 对不对 对 对 我是来给大家 送香烟啊 辛苦了啊 行行行 我拿 来来来 乖拿 来来 乖拿 来来 我也有了 这个 不是我八卦啊 就是咱们公司人其他人问的 我只是听了一嘴 我想问一下 你们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啊 我看你还是不饿 不饿不饿不饿 你胸功 把他这份吃了 行了 行 你 行行行行 舌子快呀 真的是 就这点事让大家知道怎么了 都是自己兄弟 那个 这样 关于这个事情呢 改天我慢慢跟你们说 今天先好好把活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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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弟们 咱们是不是咱表示一下啊 行 一 二 三 谢我的 真的是难为己啊 看给你们有劲儿了 好 快吃啊 好 来 吃这个就行了啊 怎么样 现在他们不会怀疑 我们是大战之前的复合日历了吧 对了 今儿我加班会买 要不你先回去 没关系啊 我也没有什么事 我看看你们做的事 我打扰你们吧 随便看 对了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一个秘密事事吧 兄弟们 许总呢 今天是过来检查工作的啊 大家都干出个样了 好嘞 好嘞 quint安 什么东西 我还 certific了 听人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继续 睡着了还不老睡 可你平时装得还挺厉害的 我还挺佩服你 这骨子毅力的 是什么让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嗯 刚才听到了什么 我 正午睡着了跟我表白呢 就知道你没睡着偷听我讲话 我们俩一起回家吧 累吗 还好 其实今天过去了 就觉得没什么 今天 你说的是昨天吧 你不觉得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多介绍吗 谁又能把事情分得那么轻易 你不觉得这时候的上海很美很安静吗 凌晨五点的城市好久不见 每一次加班一夜走出来 这个时候都会感觉很好 像你说的一样 似乎昨天还没有过去 似乎昨天还没有过去 今天却已经到了 我就这样成功地把昨天和明天 连接在了一起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把加班说得这么文艺 这个时候 太阳就像打开了一扇门 等着你去迎接灿烂 我们就像是拿着钥匙的旅人 就像北京折叠里面 曾经不是这样设想的吗 旧的世界已经折叠过去 等待新的世界来展开 拿着钥匙的旅人 我记得金丝堡有一首诗 讲到钥匙 钥匙 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每次想到这首诗 我都感到未来可及 可是齐克夫的三姐妹里边 也这么说过 我的灵魂 就好比是一架王贵的钢琴 上了锁 可是我却把她的钥匙弄丢了 希望你这把钥匙 永远在你出手可及的地方 你也是 你也是 今儿感觉真好 是的 真好 走吧 文建盛总 早 人家是早起锻炼的 你跟人凑什么热闹 不是这当了一晚上加班狗吗 还不能装一下健康人类啊 等一下 可以洗个澡换身衣服 咱们俩回公司吧 你下午再去吧 自己申请OA 我能不困 不过妆我就去了 这是我女朋友在关心我吗 你说呢 可是你耍我 好 喂 倩倩 刁已射完有何指教 先不说这个 我有件事交给你 什么事啊 只要是你吩咐的 我在所不惜赴唐蹈虎 舍命赔君子 你最近帮我盯着点许多和同语 他俩怎么了 我就是想知道他俩到底怎么了 有问题你随时告诉我 没问题啊 那这刁的事 射刁的事 你再看一遍再找我吧 喂 什么情况 不是这射刁英雄传里 到底有什么大招啊 佟总工的想法呢 很新颖 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是江总我跟您说句实话 我并不太看好他的体能 为什么 我觉得他想法太想当然了吧 可行性不强啊 你看他现在的实验 当机率非常高 而我的威能用的是Kiva系统 经过国内外反复的测试 非常稳定 所以我觉得下个月路演 上的应该是我的威能 威能 Tino 蛮有意思 你先按计划 继续执行你的这个威能收尾工作 路演的事儿 咱们明天项目会讨论 行 老板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老板 有个小情况我还是有点小小的担心 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分内的事儿 我是组长嘛 我是觉着 童工最近状态不太对 他今天上午没来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他上午没来吗 他上午没来吗 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 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 是许总自己给的我围 他俩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他俩啊 恋爱了 怪不得嘛 知道这件事儿 一点都不奇怪 这好像不难看出来呢 但是我昨天听他俩聊天 我觉着有点奇怪 当然 这是人家私事儿 咱俩就不好在这儿八卦了 作为公司老板 有必要掌握公司员工的情况 只说吧 昨天呢我在许总办公室门口 我就听他俩说什么装 那么配合 我感觉他俩不是真的谈恋爱 这怎么可能 老板 下个月咱就露一眼了 这两位呢 都是公司这么举足轻重的任务 我觉得 一切比大局为重 知道了 那行 那老板我先走了 啥 《江湾》 睡得好吗 我女朋友赏私了上午觉 当然睡得好 我到时候后悔了 我批了你的 retired 你知道人事大姐见到我怎么说吗 说什么了 他深一点点地来问你 许总 这童工程师他身体不舒服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像他这么高冷的人 难道什么都要跟你挥发了吗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呀 我非常淡定地跟他讲 他就是太依赖我了 因为他人是个孩子 你的嘴巴难道会喷射吗 我喷什么了 我今天有个会 我今天有个会 下来班自己回去吧 我晚上有个研发会 加油 加油 来 我先进去 停 试验不顺利吗 姜大改刚才他找你聊什么的 就聊最近的一些工作 还有新加坡那头会议的内容 其实也没什么 他这么快就放弃了 不像他呀 不过今天我们俩谈话的时候 在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 什么真诚什么的 那可我觉得他好像 好像知道我在骗他 你这个叫做贼心虚 就凭我这演技带着你 肯定一路飞啊 他怎么可能会看着呢 好 怎么了 没事 好 姜大改今天最后跟你说的原话是什么 就说最好两个人之间要真诚 没有隔阂是什么 就还这些话呀 他以前也跟我讲过 我觉得呀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砸了谎 所以我心虚了 就是咱们先兜一下再回家了 这个 吃这个也对身体不好 好 你不懂 我估计觉得有人在第二个班里 无论到刚在我开车的时候 我都发现有辆车一直在耕耳上面 要不然我为什么带你 到家里逛一圈 你给说一声的话 今天晚上静静不在家 你这人我怎么睡啊 去我家 吃姜吗 想吃姜啊 姜大凯 是他吗 我管他什么姜呢 这边 来 过来 小韩 韩小韩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巧啊 你们也过来逛超市了 我那个什么 我就买点挂面 这还碰到你们了 我这单身狗只能吃这个 这还 你刚刚就看到我们俩了 我吗 老大 那我是看见还是没看见 晚上一块儿吃饭吧 可以吗 老大 你俩回家吃你的泡面呢 走 老大 老大 再见 欢迎主人回家 装什么害羞啊 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少废话 你也少废话 赶紧过来洗赛 老白 开启C模式 这是什么 这臭小子到处乱放 这是我给金刚做的一个无人机啊 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无人机 是一个会唱歌的无人机 你稍微让一下 你稍微让一下 这会做手工眼球算了 把这套棋案那么厉害 你是不是玩赖了 我跟你说玩这个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就没说我愿赌服说 你养鲸鱼呢 喝喝冻了 那怎么办 我们换个玩法吧 前夕话怎么样 是 我想问你什么问题啊 你那天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什么秘密啊 你到底什么没有穿啊 我今天依旧没有穿呀 看什么 看什么 我是袜子没穿 是不是傻 谁穿高跟鞋穿袜子 不是你 你这也算啊 那我是不是没穿吗 你耍我 怎么就耍你了 我说的是事实 这不算 再问你 你觉得在你心里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多明显呀 很讨厌你 可是讨厌我 你刚才在超市里边 为什么地方那么近 那你呢 你对我 什么看法 我又没输我凭什么呀 你问 先把酒喝了 我看你是当我喝多了吧 你刚才问了 问了两个问题 你现在怎么着 也应该还给我一个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外表坚强 其实内心很柔弯 就像是见奥斯汀笔下的女人 那是 那是 理智与情感当中的那个 还是傲慢与偏见 你的衣纱白 其实你们都一样 是一个女人 我还小时候 你刚才能不能睡恋 我还不睡gren具 我orc 你这个人家不睡觉 你很睡觉 你输了 我和许总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许总 下班了 佟总的 他约了点事他先走了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 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你俩没什么事吗 我有事 你出去吧 这是谁写的情书 郭崇老师 这郭崇老师写给艾维 你怎么写的 什么情书啊 我们写好的郭崇老师 在这儿我们刺众的艾维